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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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今天來看看去年種的活手瓜 經過了一個冬天 最近又把它找出來 然後重新給它撕毀 就過了一個多禮拜以後 發覺 活手瓜既然它可以繼續的長大 所以活手瓜並不需要美顏皺 它可能還是只要你給它適度的活動 它還真的有辦法繼續增長 像這個活手瓜呢 旁邊也是長出了它的側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比原本的強壯 前面這一顆呢 也是活手瓜 但長的就沒有最前面這一顆 這顆 長的是最好的 它已經 蓄蓄都已經爬上了 這一個有錯 然後 今年 可能就不是吃活手瓜 今年女主可能在意的是 融稀菜 所以 它會然後趴在地上 那這個是 活手瓜 融稀菜 本身 但我發覺 其實 並不需要 每年都種 因為 它 可以是多年生的植物 只要你 能夠讓它過好冬天 明年 來春 它一樣可以長大囉 我們 過一陣子 再來欣賞它 生長的情形囉 我們在這裡 先搞一個段囉 拜拜